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上星期就跟大家講完 E3 周邊的資料 如無意外,下一兩個星期你都會講它 對電腦遊戲的玩家好像不太公平 不如今星期就跟大家講講一些 PC 的遊戲 又或者拿 PC 拿來玩會比較好玩的遊戲 先說明,沒有說今集介紹的所有遊戲都一定好玩 立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近年有不少大型的 Board Game 都轉投遊戲機的懷抱 有遊戲就將整個 Board Game 帶到遊戲主機上 那麼再大型的 Board Game 不知道會怎樣呢? Warhammer 40K 在香港可能不是很多人認識 但它在 Board Game 界又或者戰棋界都可以叫做老前輩 由 30 年前推出,以公元 40 萬年的虛構時空做背景 而科技、軍事、宗教、三者再加上無限的 FF 整合為一個超級龐大的宇宙 令到它的人氣有增無感 雖然以前進軍過一次亞洲失敗了 但憑著它越來越壯大的世界觀 近年都成功打入日本 還成為新一代模型和戰棋玩家的心頭號 今次遊戲 Warhammer 40K Inquistar Martyr 中 用了 Diablo 式玩法 讓大家體驗 Warhammer 的世界故事 當中的血腥、暴力美學 以及早早將人性拋珠路後的演繹 的確令到 Warhammer 的粉絲 又或者想了解更多 Warhammer 的朋友有一個新的橋樑 不過基於官方對角色modeling 的限制 令到遊戲model 看起來都好像嬌嬌地 沒錯,與實物的戰棋的確非常相似 但作為遊戲來說就真的好像差一點 而且 Diablo 式的遊戲又不是真的每個人都喜歡 但如果你是耐性達人的話,我都覺得可以試一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這個 Rust 例如Memories of Mars 中 玩家將會上到火星進行生存的遊戲 不是跟你說要食雞那種 而是你要建屋、找材料、食物那種 玩家將會上到火星,面對不同的外星怪物 當然還有很多跟你一樣,上到火星要生存的探索者 遊戲中會有大型的Effects 讓你除了生存之外,進行其他玩家不同之間的競爭 又或者簡單來說就是 PvP 遊戲中因為大家都要穿著太空衣 所以你被人打到差不多頭盔就會爛及影響視野 其次氧氣亦是你生存的必需品 外太空生存好不好玩 這款作品作為Early Assets 的遊戲 真的有很多東西都未可以下定論 不過又不少外國玩家都對它充滿期望 如果你對生存遊戲是非常有愛的話 或許你都可以以身犯險試一試 先戴上頭盔 以下介紹的遊戲並不是要對相見的人士有惡意 免得一會兒你們又說我歧視有什麼 之前都跟大家講過 現在這個世代好像什麼都可以拿來出模擬器 你又真是猜不到 現在坐輪椅都可以給你模擬 輪椅模擬器裡面就有少少像Happy View的玩法 但大家今次就是坐著一個輪椅 在不同的馬路或不同的情況下穿梭 你要避車、避整路工人或是劃為的工程車等等 讓你體驗坐輪椅是多麼不方便的事 不過你可能會覺得 我只是按上下左右有多體驗到 這款遊戲還有VR的版本 如果你本身手上有VR的話 還可以用手推車的模式 滾滾滾滾滾的輪椅 看看你的手要捱到多久 正所謂色色都是男人的天性 但蜥蜴的盡頭是什麼呢? 很多不少的神話都將這件事勾搭到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上 甚至有人會將邪神掛勾 今次的Lust of Darkness 正正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遊戲就是一款舊式的心靈恐怖作品 玩家在遊戲裡面一步步會找回自己失去的記憶 同時會穿梭真實的世界及異世界 今次的異世界就是一個以色慾為核心的空間 裡面有人類慾望的衍生物 同時也有因為人類心靈扭曲而產生的怪物 由於關係到色慾 遊戲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物品 裝飾或橋段都會跟性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說多一點 遊戲裡面其實有不少現在香港朋友經常會留意的神秘案件元素 例如人口失蹤、邪教崇拜等等 大家經常眼中會留意到的Deep Web 不過都提一提你,這款遊戲是當年Kickstarter 成功集資的Indie 作品 當年集資的目標只不過是幾千元價值 所以千萬不要預期它會跟其他3A 級大作一樣華麗 不過如果你想體驗一下恐怖茶案再加少少神秘學的遊戲 我想這款遊戲你都可以一試 如果《色慾》這個主題又不太方便你在家玩 我也明白,玩玩玩玩彈個性器官出來 又真的不知道怎樣跟家人解釋 那如果主題在《魔術》又會不會好些呢? 《The Piano 》同樣作為 Indie 作品 經歷了五年的時間開發 開發出一款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背景 一個年輕人被指控與《魔術》行為有關的故事 與現時的世代不同 在《西方歷史》中,被人指控用《魔術》 其實是屈你與《超級大罪犯》無分別 還要人前人後被人指指點點 遊戲中,玩家就要找方法為自己澄清和找回真相 但遊戲中,不同的視覺表現似乎是帶大家穿梭真實與魔術的世界 遊戲畫面來說,一定不是現時水平的作品 但故事與解謎方面,有很多玩家玩完後都覺得相當不錯 而且遊戲是由一些真的好喜歡玩解謎遊戲的玩家而開發 玩法就不像現在的遊戲動一點就要給你提示這麼容易玩 如果你追求的不是畫質,而是遊戲故事與趣味性 你又不介意Indie 遊戲有機會多Bug的話 這款《The Piano》我覺得都可以一試 而且它這麼便宜無所謂 一開始都跟你們說了 說可能拿PC來玩會比較好玩的遊戲 即是說什麼呢?其實都是鋪條路介紹這款遊戲 作為《珠羅紀公園》Fans 又或者恐龍愛好者 這款《Gerasio World Evolution》就一定是要推介的遊戲 遊戲中就讓大家開一個模擬公園 裡面會養下恐龍之後用不同的方法賺錢 跟平時的模擬遊戲不同 玩家還可以自己落場 控制角色去到公園中,幫恐龍打針醫病 又或者讓他們自生自滅 不過說到自生自滅 這遊戲最瘋和最棒的地方 就是讓玩家可以控制不同的機關和裝置 即是說電網、帶閘 你可以自己決定開還是不開 作為一個同心未敏的人來說 看見恐龍咬人當然是最開心的事 如果不是,我都不用付錢入場去看《珠羅紀世界》 你以為我真的喜歡Chris Pratt嗎? 遊戲接下來12日就會推出 今集其他遊戲我不敢大力推介 但這款我自己是買硬的 今集遊戲情報科快到這裡 下星期E3 大家都知道下集主題是什麼 三買方面將會由今日開始 有不同的每日發布會專題 而我自己呢 下一集遊戲情報科也會用回自己的方法 講述一些我自己喜歡的遊戲 或者某些偏見的看法 記得看完兩邊了 我是喜智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